清明节即将到来 润饼业者非常的忙碌 台南市场一大早 摊位前挤了满满的人潮 有人一买就是二十几个 但最近食材涨价 业者只能咬牙苦撑 就怕说涨价涨太多 可能会把客人吓跑 润饼皮上放进豆干肉丝 还有香菇等等 店家双手利落 一个包完换一个 因为摊位前早就大排长龙 那我要十个 三个二十 排队的人实在太多 就怕顾客等太久 赶快派员工先帮客人点 清明倒数润饼业者忙翻了 台南东菜市这家润饼餐 料多实在深受好评 甚至还有人担心现场买不到 事先网路预定 同样很夯的 还有永乐市场这一家 超过一甲子润饼老店 不过这家只能现场买 不接受预定 客人吃得开心 业者却是咬牙苦撑 因为润饼食材 像是面粉等等 几乎涨了三成 成本hold不住 也担心涨太多 下跑顾客 有的业者只敢涨五元 有的干脆不涨 自行吸收 清明节即将到来 民众抢买润饼 业者只能薄利多销 能赚多少试多少 毕竟客人吃得开心 还是最重要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印象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